按出按钮,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重头戏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需要把ABCDA所有的26个字母呢输入进去 在输入之前我们需要把我这个地方呢输入的东西呢可能会让大家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我们先把时间切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给大家稍微的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叫模式密码 叫什么呢 现在我们的输入法的,我们想输入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输入模式密码 比方说我输入一个字,我们点击这个字符A的时候 它就会输入A所对应的模式密码 然后我们输入B的时候,它就会对应的输入这个模式密码B 然后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模式密码 然后我这已经提前收藏了一个网页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大家打不开可能大家也可以在百度里面搜索 但是也是也是可以收到收到一定的信息的 因为它在维基百科上面提供的另外一个功能 我们先稍微等一下 嗯,模式密码呢 它可能就是有两种有两种最基本的表示就是一个点一个横 好,网站已经打开了 我们先边听这个模式密码它所产生的声音 然后边给它介绍 然后我们先听一下 它就像咱们平时在那个电影当中风声啊 这些电影当中所听到的这些声音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些字符是怎么表示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ABCD这些字符还有数字是怎么表示的 首先你看一下它所有的表示有两种状态 是两种状态 首先第一个是小点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一画就是很长的很长的一画 然后它这也列举了五种五种状态 第一个是一个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画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点和一画中间呢 有一个有一个建格建格对不对 这是这是第三的一种 第四的一种呢 就是两个字符字母之间 比如说A和B 我输入完A和输入完A之后 我要输入B 那么要有一个有一个时间的建格 这又是一种状态 另外一种状态就是 比方说我有一个hello 当我把hello输完的输完的时候 我要输入word 在hello输完的时候 又要停顿一个时间时间单位 那么这又是一种状态 然后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很列举了 如果是这两个 这一个点和一画之间呢 它停留的是一个单位的时间 然后如果这一点呢 表示停留一个单位 然后一点和一画之间呢 是停留一个单位 然后这一画呢 是停留三个单位的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两个字母之间 它停留的时间是三个单位的时间 然后一个单词之间呢 停留的时间呢 是七个单位的时间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 我们在听到那个摩斯电码的声音的时候 有急促的声音 有暂停 有长按 等等这些状态 然后大家可能如果不太清楚 可能在这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字符 把它表示出来 然后首先我们在这儿建立一些数据 它是什么类型的数据呢 因为我们可能可能是一个是一个数组 然后另外呢数组里面存的都是一些字典一个字典 它的键呢 刚好刚好就是我们的一个ABCD这些数字 它的值呢 就是我们它的摩斯密码的表示形式 然后接着我们再载入一个初始化这些数据 然后我们在设置界面的时候 我们先载入一下这些数据 然后我们比方说 下是details.upend 然后我们先写一个 然后我们这儿会出现一个字符A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下 它的A的表示是一个点和一横 一画 那么我们就表示一点一横 我中间第一个空出了一个空格 是为了表示的区分 然后有总共有26个字母 我这儿提前把它写好了 我先写到这个地方 复制过来 先把这儿上点 OK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进行布局了 模式密码的布局 是不是听上去很酷 然后我们这儿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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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需要 要搞定它的位置 我们先 1x0 你去把我们的处理哪一个字符 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总共有26个字符 这就OK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设定位 好 它的我们已经定位好了 定位 OK OK 然后接着我们就来开始增加一个了 我们增加一个button 嗯 嗯 嗯 叫什么呢 去一个文字 chart button 好吧 uibtn 接着呢 这个chart chart button 写着title 然后它的它的名字是它的一个 我们想一下 是 等一下 这个item里面是一个什么 存的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看一下把它取出来 去的第一个 然后设置它装了 ui ui control state genoma en backerglow呢 我们写做一个灰色的吧 ui conor genoma 然后大家可以把颜色设置好一点 啊 整个a 下注射 另外呢 我们现在把它加加进去 然后就是share container.a 的所有用 chart button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 这个宿主的 叫做 char butt on s ui butt 然后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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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加进去了 然后现在开始做它的一个布局 nchart button 然后smc make 它的 高宽度是应该是多少呢 cg size make 嗯 想想 稍等一下 我们在那边再写下的宽度和高度 嗯 它的宽度为 为32 然后高度呢 也为32 然后接着它的一个top 然后这儿可能需要一个偏移量 然后来确保它往什么地方偏了 然后还有一个top left eq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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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在这个 这是好像错了 cgflow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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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node 然后这是因为它的数据类型不一样 不可能会爆错 cgflow 对 这边 ok sorry 刚才写出了一个单词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一个上面偏移量 那么我们肯定就等于如果它是第一排的那么我们就肯定不管它咯 然后sign 然后sign 然后可能这儿要生一个它的高度 嗯 高度对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它的靠近左边的位置 那么可能就是lo 然后生意这个宽度 ok 现在每一个按钮它的位置也确定了 那么每一个按钮当它点击的时候我们干嘛呢 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要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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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字符按钮 按钮的时候呢要输入输入相应的模式密码 然后我们再响应这个实践 rc 然后sign 然后找到这个实践 ui ui control event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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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inside 然后sign sign be next ok 这是一个sender sender 现在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插入 插入 插入字符 插入 mos mos密码 怎么输入呢 我们我们可能现在要想一下了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答案 然后肯定在这个地方 它的输入是肯定是放到这个位置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它的类型是实现了这么一个 这个 这个 然后另外它呢它又额外的实现了这么一个 ui key input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这个地方就有 是否有text 或者是 插入呢 或者是删除之类的 那我们先把它的类型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现在写一个 叫late text obj 它的数据类型 是 ui text doc document 我们需要转换一下 ui text document ok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输入我们的东西了 我们输入的东西在哪里输入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item 对不对 然后item item item ilovenu 点 first ok 然后就可以输入相应的东西了 然后这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这好像还留了 留下了一个任务 删除按钮 然后我们先把它的4件写在这好了 Denigate.button.rsc.sign.u1.com Completion.touch.up.inside.sign. 现在我们留在这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先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的布局当中 我们会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我们把它找出来 然后它的宽和高度已经确认 然后把它它的显示 它的布局 然后它的一个4件的响应 这都已经OK了 我们看一下 这我刚才已经删掉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做4点就OK了 但是不管它 我们还算了 我们还是把它拿到前面去吧 我们把这个变量放到全局里边去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 运行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是 诶,怎么没有弹出这个键盘呢,看一下,哦,这儿报错了,我们看一下什么错误。 哦,这儿没有错误化,这儿把它错误化了,再一下,因为刚才我这个地方把代码稍微改了一下,所以说它就没有错误化就包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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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上一下 崩溃了 摩里斯崩溃了一下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再選擇一下這個數字 我們去看一下 現在已經出來了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我們的佈局 然後下一個輸出法 散出溫流 讓我們現在看一下 下一個輸出法這個功能 要點擊一下 切換到下一個輸出法 又切換回來了 OK 我們現在輸入一個字母A 它這就出現了 我們剛好可以在這對照一下 當我們輸入A的時候 它留回輸入A的一個模式電碼 然後再輸入它 再輸入它 再輸入它 OK 我們可以刪除試一下 我們刪除功能好像沒有完成 我們看一下 當我們刪除功能的時候 我們可以判斷一下 首先我們可能同樣是 這個 這個 textobj ui text document self text document is ui text document token 然後我們可以獲取到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我們再看一下 跟著 獲取到 輸入前的 輸入後的這些都可以獲取到 這有 看 它是 輸入之前 就是在我們的 輸入光標的前面的致幅 和輸入光標後面的致幅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然後 指貝 等一下 文明 審ron 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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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after string ok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值呢 before string或者是after string呢 进行一些判断 然后再看出我们删除多少 我们为了简便呢 我们只删除一个 就是if before then is empty 但我们就不处理它了 空中处理到else 我们就会删除一个了 然后就text obg.delete ok删除字符 删除一个 我们现在ok 现在给它看一下 我们再运行一下 糟糕 我们可能又得重新再出一下 ok 我们现在收入一个支付 接着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输到这个地方来了 让我们 诶怎么回事 mix fairlet inherit co permian for your unfollow unop unoptional value 我们看一下它分回字 oh sorry 次 我还能够 做到这些什么 诶 做到这些什么 这么多 啊 那 这些东西 好 我 有个人 然后再听在一声 收入 算出了 还是不行 算了 我还是不用它 我还是不能交换 3 4 5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 如果我们有制服创 那我们就删除 如果没有它是空的 那我们就不用删除了 就直接返回了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下 看到有没有错 是这样子 同样可以输入 我们再试一下 天哪 OK 让我们换 重新写一下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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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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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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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 模式密码模式电码表示的时候呢 它的容错性等等一些 而且很它的信号的一些信号可能跟信号电信号可能有关的一些特性吧 会是比较的完美 所以说就会选择了它 然后它的SOS呢 其实就是三个字母的它的电码的模式电码的表示 我们现在输入LSOS看一下 SOS看上去就好像是三个点三个横 然后再下上三个点 非常的轻松 大家记住了吗 SOS可不是某一个单词的缩写 然后在最后 我希望大家可以 因为讲解的时候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完善一下 完善一下这个布局布局这一块的东西 然后这个颜色大家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这个键盘的布局 其实跟咱们平时使用的布局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另外另外一个地方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在这个地方提到 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布局 叫做德沃夏克布局 然后我也使用了很多年 然后它的布局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咱们这是QWERTY对不对 这叫QWERTY这种布局 另外还有一种布局 跟它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跟大家搜索一下 它的英文单词就是DVORAK 然后它叫德沃夏克键盘 然后它这是它的发明的 这应该不是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下 要不再忙 我们现在直接打开这张图片好了 大家稍微对比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上面的第一排是QWERTY 但它的第一排是符号符号 然后PYFGCRL 然后它的第二排是AOEUI DHTNS 然后这些跟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德沃夏克键盘呢 可能会提高大家的一个输入的速度 或者是减少一个手指移动的 因为我们所有经常输入的字母呢 都在中间这一排 然后可能大家手指移动的是 距离就很短 然后也可以方便大家减少一些P了 因为呢 在这个地方咱们提到了一个 扩展键盘 然后这里大家也附带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